看大片如何实现实时字幕翻译。 先看效果。 需要在Windows 11上注册为Beta成员, 才能下载带有Android 13的WSA。 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最新的WSA安装包来绕过它这个限制。 需要在Windows 11上注册为Beta成员, 才能下载带有Android 13的WSA。 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最新的WSA安装包来绕过它这个限制。 最新版Windows 11推出实时字幕功能, 可以在观看视频或听音乐时, 自动生成实时字幕, 并且支持简体中文。 在上次的教程中, 有很多朋友留言询问Windows 11的实时字幕功能是否支持实时翻译。 很遗憾。 目前尚不支持。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实现在观看电影或刷剧时实现实时翻译字幕呢? 经过反复尝试。 今天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案来解决该问题。 享誉全球的PodPlayer媒体播放器想必不用过多介绍了。 一款免费的多媒体播放器软件。 支持播放几乎所有的视频和音频格式。 优秀的性能和良好的兼容性。 可以在Windows上流畅地播放高清视频。 PodPlayer还支持硬件加速解码和3D播放。 可以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强大的设置选项和用户界面。 可以帮助用户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播放器。 此外可能很多经常使用PodPlayer的朋友不知道。 其实PodPlayer是支持实时翻译字幕功能的。 在PodPlayer中实现实时翻译字幕功能。 需要两个必要条件。 一个是网络连接。 另一个是一个翻译API的密钥。 网络连接不必多说。 每个可以观看视频的朋友几乎都是必备的。 但翻译服务API? 就不是随意可以搞到的。 通常只有开发人员才会用到API。 但即便是程序员。 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取得翻译API的。 因为这个服务大多属于收费项目。 今天就来分享一种不使用任何API实现实时翻译字幕的方法。 看到此处。 是不是先给小妹来个一键三连呢? 当然还可以顺手转发给您的朋友们。 很多朋友喜欢使用Chrome浏览器。 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Chrome的翻译功能很方便。 但是现在已经无法正常使用了。 尽管如此其实谷歌翻译有很多镜像站。 只要找到这些镜像站的地址。 还是可以将谷歌翻译复活的。 首先下载这些镜像站地址的检测工具。 检测工具包含两个文件。 一个EXE可执行文件。 一个Text文件。 运行EXE文件开始检测。 检测结果将会筛选出最快可用的IP地址。 并给出设置方法。 检测过程根据Text文件存放的IP地址数量决定。 如果显检测等待的时间过长。 可以手动删去一部分再进行检测。 但是要获得最快并且精确的IP。 这里不建议删除。 按照检测工具给出的方法添加host文件。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在CMD输入以下命令。 到此所有的前期准备已经完成了。 试试Chrome的翻译功能是不是又可以使用了呢? 使用Podplay打开你要播放的视频。 在视频任意位置点击鼠标右键。 依次点击字幕。 实时字幕翻译。 实时字幕翻译设置。 可以看到实时字幕翻译提供者有四个。 这些提供者都提供公共翻译服务。 但其实在这里相当于只是一个摆设。 因为每个提供者都需要注册账号并获得API才能使用。 如果你有这些服务的API。 可以点击账户设置进行添加。 虽然说默认都需要API才能使用。 但是经过前期准备完成之后。 谷歌翻译引擎在这里不输入API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将翻译引擎设置为Google Translate。 使用条件设置为总是使用。 翻译位置根据自己需要进行设置。 原始语言建议设置自动检查。 设置目标语言。 以我的视频为例。 视频原始语言是中文。 目标语言设置为英语。 点击确定。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就要在Windows 11上注册为Beta成员。 才能下载带有Android 13的WSA。 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最新的WSA安装包来绕过它这个限制。 怎么样? 今天的教程您还满意吗? 如果您觉得还不错,一定要支持小妹哦。